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两安G节目 目前正举办我上的那一堂课活动 第一阶段正活动已在5月31号截止 第二阶段票选好闻活动 自6月10号到30号间进行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专业讲师 黄尔勤黄老师 为我们分析说明这次获选作品的特点 黄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黄老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目前就读浙江师范大学 他是之前到台湾中部 西南大学就读的林詹野同学作品 林同学的作品是描写他感受到台湾 就像暖男一样 为这个暖男上网查了一下 是说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 黄老师 我看到这篇的时候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有feu了 而且太有画面了 这个暖男就非常的吸引人 如果说朋友们 你有关注一些韩剧 或大陆的那个非常红的 叫做爸爸去哪儿 你就知道他在讲谁了 一般来讲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暖男就是说 好像像那个阳光 栩栩的照在脸上 然后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 那其实他们还有分哦 分大暖男跟小暖男 这当然就所谓的大跟小 就在年龄上的区分 一般来讲 都是让人觉得 有温暖感觉的男生 那么年纪大一点 像这个金秀贤演的都教授 来自欣欣的你的都教授 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魅力无法挡 不管是熟女 还是亲熟女 还是少女 那么那另外呢 这个所谓的小暖男 就是给人感觉温暖 十分总是可爱的小男生 就例如呢 刚刚讲到在大陆 由张瑞轩 他所饰演的中天天 在爸爸去哪儿的这个角色 特别是他这个活泼温暖的性格 以及他对于爸爸去哪儿 他对于这个爸爸张亮 所做出让人很感动的行为 而被网友们称为小暖男 所以我觉得他用了这个 很时尚的 大家记忆犹新的 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的人物 带出他对于台湾上这个课的时候 用暖男来形容 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人 这篇文章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 台湾那扑面而来的暖男气质 才是迷倒万千少女的杀手剑 就形容这种感觉 那他怎么样来描写这个台湾 他感受到这个暖男的气质 像他在说他学习方面的话 他也感受到暖男的气质 黄老师您觉得他这一段的描写 我觉得真不愧他学文学的人 他学的是这个汉语文学这一块 所以他在文字上面的使用上面 就觉得他的文字非常的在跳动 然后好像跟着那个 好像很温馴的那个阳光 阳光其实我们就感觉阳光嘛 可是如果我们再好像去想象那个阳光 好像就洒下来 那个像这个光嘛 好像像那个很漂亮的道士 这样洒下来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也跟着他一起在 在那个文字里面 好像在跳跃 那他在用这样的文字感觉上说 哇在学习当中的暖男 那我在细细看的时候 我在想难道他在描述他的老师 是一个很帅的男老师吗 其实也不是耶 他在描述的是 他在课堂上面所领受的 就是觉得透过他们这位美男老师 我想他是个女老师 他在介绍一些非常非常上古时期 什么青铜器啊 竹简啊 这种东西我们只有在看 大陆的历史剧的时候 才看得到 然后还有我们的课本上面的图片 但是他就介绍说 老师在介绍这些上古时代的文字发展 还有文化脉络的时候 老师会用这些实际的 这些实际的东西竹简 或青铜器 或一些图片 来让他们了解说 这些东西是什么 那我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老师 是一个让人觉得 很想去认识的老师 他可以用一种 很立体的这些东西 来让同学们在学习 这些上古的这些文学的东西 它是引发出非常大的这种兴趣 跟这个好奇的 所以他学进去之后呢 他的文学在他来讲 就不是死的 他是活的 那当然还有提到他们 他提到好几个老师 都是在这个中文系里面的老师 特别谈到说 我们认为中文的东西 可能就是背啊 记嘛 对 但是他觉得这些老师呢 他不仅是好像 理论跟他们呈现 但他们会实际的 让他们去体验 让他们去感受 比如说他谈到说 他们在历代诗选的这个课堂上面 这位老师呢 带他们很感性来唱 来唱这些古诗 好像回到了 那个年代的那些人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是不是有 让人穿那个当时代的服装 感受 所以他们在这边的话 我相信 他们这样学出来之后 他们可能自己 都能够回到当时的世代 好像做了一个 这个穿越时空的旅行 这样的学习 其实让人真的很羡慕 把我们认为是 好像比较古板的 比较让人不容易 生发兴趣的 中国古典文学 都能够活化的 在这些孩子们 特别陆生都能感受得到 所以我觉得他 把他形容成一个 让人有温暖感觉的男子 那我想这位 林詹也这位女生 她应该是非常喜欢杜教授 也非常喜欢忠天天 所以他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林同学 他除了刚刚老师讲的 说在课堂上 在课堂之外 他也分享了老师 跟他们一些交流的情形 像是说 平常上课老师 就很照顾他们 在一些两岸的 用语不同的时候 还会请他们来分享一下 用法跟读音 那下课也会主动 询问吸引的一些状况 这是台湾老师 对同学们的一些交流 跟学习的情形的帮助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 跟陆生互动上面 因为我们觉得 他们从远方来 然后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他们有时候来 是来一年 有些来一学期 来读四年的 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我们都会想要 能够在短时间 让他们赶快 适应这个环境之后 然后他们就能够 专心投入学习 所以很多班上 有陆生的老师 都会私下的 在跟陆生邀请 我们聚一聚 聊一聊 希望他们解决了 适应的问题之后 他学习就能够更进入 所以我想 台湾的很多老师 对陆生的照顾 这个话 我们常常都觉得 我们尽量低调了 那他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在这边 毕竟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悦夫 那么将来如果说 我们的同学们 将来可能交换到 不管去大陆 或其他的学校 我们都会期待 那边的老师 能够对我们 这边去的学生 都会非常好的照顾 给远道来的同学 多一点的关怀 要赶快适应这边的环境 另外呢 林同学他也分享到 他在生活上 也感受到台湾这种 暖男的气质 像是他说 他常常在客渝呢 他会去附近的咖啡店 或书店呢 还有一些 非常有特色 摊位跟小店 去探索一下 台湾文化的一些情形 另外他还觉得说 台湾是一个弥漫 小确幸风味的地方 常常呢 就是大家人跟人之间 都会讲一句谢谢 让人在街道上 有一些人性化设计 让他感受到 淡淡的幸福和温馨 其实在台湾 台湾是个很小的地方 没有错 就整个的福源来讲 很小 大陆的朋友 或大陆的同学 或者是自由行 来到这边的人 他们想来感受 台湾的人的感觉 那种人 他们用小确幸 所以这个同学 他很能够跟得上 整个的session 时尚潮流 那其实小确幸这个词 是从日剧来的 所以从那个日本文学来的 所以他真的很关注 这个日韩的文化 或是流行的偶像剧等等 那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努力的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面 然后呢 我们不会去 因为大环境 给我们的一些压力 就觉得我们会忘记 要往前 继续努力生活的这一块 我觉得台湾 我们这边在这边生活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可爱这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把 请谢谢对不起 已经习惯的是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呢 可能对有一些 大陆的同学 来到这边 会不习惯的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呢 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到 有些人潮 比较拥挤的地方 那有的时候 我们赶时间嘛 都希望在前面走路的人 都希望他让一下 我们都可以过去 对不对 我就会说借过 然后呢 前面人就掌头看我 我突然发现 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因为在大陆 听不到借过两个字 借我过 没有听过 所以他们想 这一定是从哪来的 冒出来的人 所以呢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慢慢这样去之后 我也了解他们这样 我不会因为他们觉得 我很习惯 我就不讲 因为我们习惯 对不起 借过一下 然后谢谢你 不客气 我们常常就在 关在嘴边 那我觉得 他们来到这边 刚开始 他觉得不习惯 慢慢习惯之后 他们也会把这种好习惯 带回他们所来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会在他所在的学校啊 或者是他的家里社区 就会形成另外一种文化 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林嘉宁同学 除了分享他在课堂上的学习跟感受 也在生活上一些学习感受 他最后也讲到说 台湾呢 是他不会忘记的一个回忆 在台湾学习到 感受到的 学习生活等方面差异呢 也引导我去思考 什么是我最喜欢 要不要去追求自己内心的声音 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又值不值得 他也鼓励大家说走出去 多看看世界 对真的要走出去 因为如果都不愿意走出去 永远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 或者是什么塔我不知道 那就真的要走出去 当我们打开门 打开窗 去看看外面的时候 感受外面的空气 外面的温度 是下雨还是晴天 我们的心情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和转换 所以真的要走出去 不管你走的是走到多远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说能走多远走多远 但是呢能够走出去就是好的 这当我想他的文章第一句话 他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走出去看看 前一阵子我在那个微信上面 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在传这句话 我以为他们要辞职呢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是网络上面讨论非常热闹的 这一封辞职信 他的开头 他跟老板说 我想出去看看 那么我在大陆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就是在高校教书嘛 他们也这样传 我在想他们怎么了 这是一种离职潮吗 他说不是 这是一个流行语 其实他们一直说 世界这么大 我想走出我目前所在的工作领域 有的时候去休个假 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生活 别人是在哪个面向上 有一些跟我不同的 我想去体验看看 那我想应该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那林真言呢 他把这个在大陆最流行的一个状况 然后跟他在台湾学习的一个感受 做一个连结 互相的对照 我觉得是这篇文章 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要多走出自己平常生活的这些习惯的圈圈跟环境 多出去看看 也对自己人生的经历和体验能够更为丰富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世新大学黄亚琴 黄老师 为我们分享这次两岸居节目举办的 我上的那一堂课活动 优选的一些文章 其中今天我们介绍的呢 是来自于浙江师范大学林真野林同学他的文章 世界这么大 我想走出去看看 寄暖男台湾 好非常谢谢黄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